国立清华大学与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 加清华大学台达馆签署合作备忘录 并与清华大学成立金属材料联合研发中心 针对产业界无法取得关键金属材料问题 中手进行关键技术及制程研究 因产业界关键材料取得困难 而材料研发尤其重要 在整合资源及专业分工下 金属中心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之金属材料联合研发中心 即肩负许多任务 今年六月跟中钢也成立了特殊核心中心 这个特殊核心中心加上金属中心本身跟中钢 它也有一个所谓的共同研发中心 所以这样的串联就变成说从最基础的研究 从这个在学校里面的基础研究到跟法人的一个连结 然后到最后到真正的产业 那在整个国内的金属产业的研发 就可以从头到尾能够真正做到一个落实的程度 是在软磁以及硬磁材料的制备上面 那还有一些是线材 特别是线材我可能想可以强调一下 比方说我们大家知道台湾是做IC封装 是我们的强项 之前大家都知道的日月光 但是我们这些Wirebound的那些线材 其实都是从日本进口的 所以其实就我们国内厂商而已 我们都拿不到最好的材料 那有鉴于此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么一个合作案 让我们的产业以及技术都向上提升 到达一个工业专心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希望这个研发中心 就像我刚刚讲 我个人感觉它是两个A卡的结合 两边都很强 而且它不光是两个A卡结合 它是本质上有点互补 金工中心它对加工及产业需求上 它有它的 niche 我们是在基础的研究 所以我觉得有点像在找王建宁跟陈伟英 我来帮我们中华队打棒球 两个都是A卡头头 是一左右又有点互补 所以这样才有一个会发挥一加一大 这个所谓synergy的一个效应 我们希望它能够当顶头一样 借由国内两大材料领域的 顶尖研究机构能量互补 与学研合作 期望双方在未来进行密切合作交流 除其将进行涅态合金 磁石材料基层制造三项合作案 其能提供马达医疗产业取得关键材料 金属中心目前透过于清华大学 材料系合作开发耐高温 抗粘粘制度层材料 应用于金属中心设计之高温制成模具上 研发成果应用于各类高温模具表面 减缓模具磨耗速度 以达提升模具寿命之功效 在医疗领域 涅态合金与基层制造部分 目前正透过清华大学进行涅态合金机械性质 与围观组织关系机制的研究 金属中心则进行后续制成研究 并推广至医疗产业界 藉由此合作模式 可以连接学研研发能量 也可以提升研究生解决务实问题之能力 并为毕业后投入相关产业做好准备 达到培育人才之目的 秘书处采访报道